赵丽颖真是杀疯了 一年两部爆款剧 用实力成功证明了自己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 赵丽颖 你的福气在后头呢 在看幸福到万家的时候 我还觉得她虽然台词进步了 但有些戏份处理得不够细腻 直到我看了风吹半夏 不得不夸一句 赵丽颖真的是一个可苏星很强的演员呢 小颜颜颜演大女主 本来就不占优势 更何况是许半夏这种风风火火的角色 可赵丽颖的表演还真的能让人信服 大家好 我是霞叔 最近完结洒花的风吹半夏 可能还有些人没有看过 所以在这呢 必须先介绍一下赵丽颖在剧中的人设 才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要夸她 她所饰演的许半夏 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白手起家 最初以收费钢为主营业务的女企业家 她跟着行业内的老大哥五建设混 而第一集开篇的那场酒局 赵丽颖就把许半夏的人物性格 拿捏得非常准确 五建设说有渠道买钢 许半夏一听眼睛都亮了 一边听一边就开始盘算 这几秒钟让人一眼就看出 许半夏是个聪明人 可一听五建设的分配比例 许半夏就知道他不想带自己玩 心眼又开始活了 于是举杯敬酒 姿态很低 但是又被野心写在脸上 等外企的赵总出现 所有人都想找机会和他搭话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许半夏已经有主意了 他自信满满地走过去 不费力就把赵总拉到他们那桌 短暂的一场酒局 你就能看出许半夏是个名艳聪明 又很有野心的女人 她听每个人讲话时候的反应 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把那种求大哥带我发财的姿态 拿捏得很准 可见也一个张扬个性的聪明人 不需要夸张的肢体语言 而是应该把每一句话 每一个表情都处理得轻松自然 让人物的行为逻辑符合这个人设 如果只看到这里 你还感受不到演技 那我们再对比后面的一场酒局 这时候的许半夏已经靠肺肛翻身 再也不是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要神吃的跟班 而是一个有实力的富婆 光看这个气场 就知道许半夏的内心变化 何得有过节的郭启东向他道歉 他一开始很不切 表情是冷酷的 接下来郭启东道歉的同时 还数落了他一把 这时候再看许半夏的表情 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赵丽颖一句台词没说 就让人明白了他的立场 等到武建设发言 看似是当何时老 其实就是拿话点他呢 你们以后记住了 做事情一定要讲规矩 言下之意就是你别不识好歹 别忘了当初是谁带你赚钱的 许半夏对他的话很不屑 吴总说得对 我们滨海人做生意做得好 不光是讲规矩 更是讲情谊 这事过了 两场酒局 许半夏从小跟班变成了钢铁女王 如果我不讲中间发生的故事 只看这两场戏 能让你相信他的变化吗 反正我是信了 赵丽颖把人物的成长变化 处理得非常好 还是那个人 还是那么聪明张扬自信 但是身份不一样了 亲历不一样了 自然在表演上也有不同的表现 我们有时候评价一个演员 演什么都一样 就是因为演员没有把握 角色之间的不同 只是在重复自己的习惯性表演 所以让人感觉 无论演什么都是本人 总之有人说赵丽颖演戏很木 我没看过的角色我不做评价 但是就这部戏而言 赵丽颖绝对是零的 比如她和父亲的对手戏就很精彩 妇女俩关系不好 两人再演一种很新的妇女关系 许半夏去找她爸借钱 一开始态度非常好 先给个甜枣吃 钢琴的事没问题 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 再开始哭穷卖惨 现在国内的飞钢生意 好处 我有个朋友 她有路子 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 做进口钢的生意 但是 我这本金不太高 你走吧 你走吧 钱没借成 她也没有多难过 一是因为后妈在场 二是因为知道 找这叠借钱 没那么容易 这一轮更像是试探 先知会她爸一声 等到她爸来找她 她故意摆脸色 但是一听答应借钱 即使写欠条也带着笑意 这笑容是开心 也是无奈 可他爸一要房本 去办下的态度立马变了 原则性问题 坚决不能妥协 那可是他妈留给她的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自私 从来都只想自己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别人的感受 你想过我吗 我怎么没想过你 房产证的事 你就别想了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 最后一样东西 我不给 他爸一看拗不过 愿意退一步 让她写好字句 如果到期不能还款 就把房子抵押给她 但许班夏没那么傻 这时她开始谈条件 要借五十万 你这是让我去买肾呢 我一直要的就是五十万 利息就按您说的算 到时候我还给您五十五万 其他方案我不接受 这妇女俩都不是剩油的灯啊 谁也别想占谁便宜 他爸一看斗不过 就开始装病 许班夏早就见识过这个套路 根本不为所斗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叫我来的 等我走 即使后马玩苦肉计 他也不会心软 前仙到账 再办手续 他爸一看苦肉计不行 就把老婆支开 开始打感情牌 走了 这不是没办法吗 够他逼的 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 就是在受迫害当中 这时许班夏 开始和他掏心窝子 但还是闹得不欢而散 许班夏担心他爸的身体 让朋友给他做了全面检查 他爸最终还是答应借钱给他 但是得知许班夏还不起的时候 就开始花式催债 许班夏很无奈 刚价跌了 他现在走投无路 可他爸偏偏在这时候添乱 许班夏表现得就很像个无赖 完美演绎了 什么叫借钱的是大爷 可是他爸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直接跑到堆场闹事 不是要女许班夏 把那亲人 把你的姚子鸡 全都拿走了 这时许班夏真的心死了 他表情冷冷的 仿佛父女俩的勤奋 已经到此为止了 刚嫁回暖 许班夏转身又变成了富婆 这时他爸再登门 许班夏虽然没有计较 可是他的表情和当初又不一样了 三分绩效 又带着三分从容 非常耐人寻味 同样是妇女关系不好 但是和明莱与圣老爹完全不同 面对王晋松这个老细鼓师 赵丽颖完全接得住 你来我往 非常松弛自然 看的人非常过瘾 许班夏这个角色 真的是被赵丽颖掩活了 不仅是人设好 演员还担得起这个角色 才能够互相成就 我先大胆预言一下 明年电视剧奖项 必须有风吹半夏 这样的良心好剧 不拿奖 难道给二八定律吗 那真是卖步 不用减赞 胡扯呀 这部剧到底好不好 其实我说了不算 而是要看全国观众的口碑 但是光从演技来说 这部剧是全员在线 我刚刚仔细分析了 赵丽颖的演技 其实剧中 陈宇宙这个角色 让人非常惊艳 如果这期点赞过万 我们下期就来聊聊 这个演员为什么这么牛逼 除了演技之外 最让我欣赏的 还是这部剧的剧本 风吹半夏 改编子小说不得往生 作者是阿奈 一开始我以为 是哪个不知名的网文作者 一查资料 火 大江大河 就改编子他的小说 大江东去 还获得了五个一功成奖 而且花乐颂都挺好 都是他的小说改编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竟然是个六零后 还是个民营企业 五百强的女总裁 难怪能写出 许班夏这样的大女主 这谁看了不得说一句 服 有阅历的作者就是不一样 这部剧没有 国产剧的悬浮通病 反而涉及到的 各种专业领域都很严谨 比如建设拿下省二纲 赵总判断 这个场子三年后 会大幅度贬值 这不是给主角开上帝视角 而是在前面埋下了伏笔 在他们考察场子的时候 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 你会发现 省二纲的机械都很老旧 这时候谁也没注意到这点 但和许班夏购买最先进的机器 又派员工去国外学习考察 就能隐约感知到 武建设这个场子淘汰的必然性 他在成功收购省二纲之后 语言中处处流露出 对那些工人的不满 而许班夏正在筹备建厂 那么这批工人 会不会跟着许班夏干呢 这都给观众留下了悬念 如果最后许班夏真的干成了 也能让观众明白 女主不是靠主角光环成功的 而是一切都有迹可循 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 比如饭局上每个人面前的菜 仿佛都对应了每个人 在这个利益场中的地位 许班夏和郭启东和解的那场戏 他背后的那幅字写着两个字 人和 武建设干了这么多年生意 为什么轻易就被骗了 你看他办公桌上 摆放的照片就知道了 那是和战友的合照 说明这个人重视战友情 所以才会那么轻易地 相信战友的儿子 这些细节 仿佛都让我回到了 追真还传的时候 那是真过瘾啊 希望国产剧 都按照这个标准卷 从演技台词到腐化道 从剧本逻辑到细节伏笔 风吹半下都没让我失望 这部剧已经大结局了 没看到小伙伴 可以尝试入股 真的稳赚不亏啊 好了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由于这期夸赵丽颖太多啊 我必须先澄清一下 没收钱 没收钱 真没收钱 只是单纯的 喜欢 其他演员的粉丝 别破防啊 好好督促你们的偶像 用心演戏 我明年就夸他们 来日可期